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半个小时细心观察后 针断是淋巴流溃烂 引起失常咳嗽吐血块 必须立即开刀 费用预计要八千元到一万元 对于一个退休的独居老人家 这一笔费用 在当时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梁婆婆平素自尊心极强 不爱求助于人 于是对严重的久病置之不理 年复一年的拖延下去 退休对于平生勤劳好动的梁婆婆实在太沉闷了 为了消磨日子 便与三五知己打麻将 但是长时间沉迷于麻将 损耗精神 人变得威靡不振 梁婆婆虽然醒觉到打麻将的害处 但是又找不出打发时间的方法 梁婆婆早于1988年退休后 就开始诵念大悲咒金刚经的 她常年敬信观世音菩萨 甚至会根 两年前在一个偶然的机缘参与慈善机构做义工服务行列 由于她耳目聪明 手脚灵活 每天的工作 帮助登记接听电话等 样样都应付自如 对于一个七十八岁的老人家 真是不简单 自从参加义工二年以来 与两年前沉迷于麻将 精神萎靡的状况相比较已经完全不同了 如今她退而不休 广结善缘 服务社群 看她轻瘦的容貌 常挂慈祥的笑容 两眼炯炯有神 性格也变得温柔了 由于多年勤送大悲咒等经 和饮大悲咒圣水 加上近两年来行善吉德 她患多年淋巴流溃烂吐血完症 和盘骨肿瘤 没有服药 不知不觉的奇迹痊愈了 梁婆婆感恩菩萨的感应 加上她刚毅的精神 以及勤修善吉德 身体力行 现在她以前所患种种顽疾 全部消除 如今每逢遇到有缘人 及热诚讲解大悲咒 及自己的亲身经历 与行善的神奇感应 虔诚行善 自然会获得菩萨赐福庇佑 消灾增福 好 这个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这种意见